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知书识礼》第九集 一个续集 是很例外 今集是开了一个续集 其实因为据我的记忆 《知书识礼》 我们应该开到第十一集 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一集 回到第九集的一个续集 就是源于在网上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还没开机 我用手机 看了一些网文 他就说到这首词里面 这首词 OK 顺带一看 我知道词词是有分别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 说到很多时候都会后快快说错 OK 首先我要回应 因为第一件事 我说我不会打中文 OK 用手写版 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还有如果要我 下下要我用助手 去和我做这些 我觉得不够 Efficient 因为始终这个是 这个《金生之理器文士哲学》 就是《金生之理器文士哲学》 和画有关的那些班 和一些画廊 一起合作到一些 即是偶尔的分享会 这些都是纯粹 不是一些商业的性质 而是纯粹是一个 大家分享交流的东西 当然 无论任何艺术作品 也好 包括这个诗和词 一些非物质的 和一些物质的东西 我们都是一个 用一个创作形式 和一个很自由 很空泛 可以很无疆界 无领域去规范 原意原生 其实我们希望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 没有太过制肘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就是 譬如百古文被废除 那时候 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人们觉得他手足 又多条件 又要平摄摄摄摄 后来的诗 百古文那里 又有分一定的格式 又要背支付者 很多这样的东西 但是 不论他是 废除的 这个步骤 官方做法 当时的政府这样做 OK 那个 他当然有个authority 要做这件事 但是究竟 是对与错 这个不是 就是今天的我和你去说 那 甚至乎 一首词 有人说过 我其中一首词 就是读错了一字 的音 那 如果其实有留意 有看开我的节目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说到 day one 我拍了个余南人之神秘突出 我day one 我都说到 我发音是不准的 OK 我自己就是 我的母语不是广东话 第一样东西 那再加上就是说 有时候有些字 我觉得无需要太过咬文着字 太过丢脚得看什么 即使说真的 古代 古代在不同的地方 黄河流域长江 或者 洛阳 咸阳 或者不同的朝代 其实 就好像今天的国语 那样 我们都会带入不同的口音 有很多人 我记得曾经 黄庭之先生 或者很多 当然 黄庭之先生是其中一位 这个语音 语音 我讲不清楚 语音 总之是 广东话的粤语 粤语 它在里面有很多发音 其中也有很多 门派的纷争 究竟哪个字的读音 是七个音调 有些是九个调子 有些是质 有哪个字读到质质平平质 所以说真的 我选择一些诗词 就算是质质平平质 我都不会硬去跟住 它的质质平平质 因为第一样东西 我不是收到中国文学的 正如现在很多 例如佛教 佛教里面有很多著名的 法师 他们被称为有个体度叫法师 当然他们有个认可 他们也未必是 他们本土出家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同台吃饭 各自修行 不要说谁对语错 首先英文 我曾经有些学生 死都要说一样东西 说我读的选程是读错 一定读选程 我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东西 语音的 即使在英国里面 也有不同的口音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用一个 open-minded 想想 其实诗词又怎样只是中国 外国 其实外国也有法国 也有很多很漂亮的诗 尤其是文艺福音 大后 如果大家留意 我们其中一集是说这个 有一个是Berryman 他都说 他都用Uis 他不会用Ur 不是等于那个作者 他本身的文化低 但是他是有 有一些目的 他是专程想 就是create到一样东西 是有个社会上 有不同的阶层人士 那就是好像简单一样东西 难道诗词 就一定要是 有文化的人才可以去到 是不是呢 我从来没有说到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天 我很趕时间 我知道会塞车 那我就走去乘地铁 逼地铁 当我逼了地铁的时候 那是繁忙时间 因为我想过过海 其实我只是想去过海 那我知道 无论我乘搭什么 都一定是 起码不可以在五分钟之内 我可以过到战叉咀 那我是中環 那于是呢 我就见到有一个 因为是夏天 那有一个 我相信可能是地盘的工人 那他就穿着寒衣 一件背心 我不知你 港东话叫什么 一件什么 not t-shirt 总是吊带的衣服 一位男士 那他就 OK 就逼了进来 那就不小心 大家就 因为那天我穿短衣 那大家就 一太逼了 那就 当然 始终 我明白 大家很逼的情况 那一定是 会碰到 不出奇 就是 我感觉到 我碰到她的汗水 应该这么说 那 但是 我当时 只是看一看他 他手里面 还拿着一本 那本寫着什么呢 是徐子摩站 所以呢 就令到我那天 就后期 我就开了个 徐子摩一生的命运 那站 那 这个也是题外话 那我最主要 我想说一件事 有时候 这些字的读音 其实说真的 我一直以来 我是不会去特别去咬牙着子 一样东西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不觉得是一种羞愧的事 到今时今日 我也都不觉得是一种羞愧 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记得我读书论识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没想着读中学 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也都没想着读大学 我读完大学 我读完大学 我读完的Degree 我没想着读Master 我读完Master 也都没想着去读过PhD 那 PhD我读了一年 OK 那之后就 没再读了 那因为 家里是有些事 那 那 家人感 这个题外话 那 但是 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我在姓Steven读中学的时候 那我以前小朋友的时候 很喜欢讲圣记 和那些花名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圣记的时候 那时候读 我有位 老师 那 当时 我是参加 我是其中一个 Member 是在这个 辩论组 那 当时 我记得 说一说辩论而已 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喜欢 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活动搞的 搞手 那 我记得以前 英国也是有些 那些 那些 就是 学生会 那我们有去参加 有去玩 有去做Committee 或者做 一起拉票 去选President 那样 那我记得 那时候我就贪得意 那我自己本身又不是修 就是我不是读中文的 就是我记得 我记得 在学校里面 有时代科 那个中文老师 当时 就是 好像市产假 那样 不知道叫代产假 还是市产假 Anyway 就是 廣东话里面 就有个 有人来代科 代科的老师 我记得是用英文去教中文的 那这样 我也都不觉得 是有回事 都今时今日 因为我想起 那当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但是 那这样东西 我觉得是比 我去见识得多了 我去学的东西多了 那 因为我们看东西 是不能从一方面去看的 尤其是譬如我读中国历史 我实际上是没有读过中国历史 我记得我读中国历史是 是看这个 Junkie Fairband 那 是看中 英文去看中国历史的 那 有时有些词会 我都未必知道 所以有时有些东西 我最记得 是说回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说 一个老师 我就贪得意 那我就去作一下故事 故事 我就写一下 其实写到语句不通信 完全是语句不通信 所以 其实我觉得 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自己 我有我照作 那 后来 到有一天 我终于发现了 其实我有很多错误 那句词里面 那我问那位老师 其实那是兴趣班 那那个老师也是义务去带着那些班 那我就说 为什么我错了这些东西 你没有指证我 没有说我错 他跟我说一样东西 他说 这句说话 令到我今时今日 我都很警惕这句说话 就是我是很印象 很 很 很 impressed 就是 令到我是 I'm so impressed honestly 他说了一样东西 他说 如果那些小朋友 他们有错误 你一二三指证他错误 没错 你又可以correct 你又可以直接 directly 去指证他错误 但是我相信 这些错误 有朝一天 他自己都会发现到 那所以 我不想 去指证你的错误 而去discourage 你去发挥 你自己的创作 我听完这句话 之后我终于明白 所以 一直以来 即使我记得 曾经有一次 我看电视节目 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电视台 OK 不怕说了 一个亚史的一个节目 那这个节目呢 就请了一位 我记得当时 有一位 邀请了一位 Yvonne 少姐 以及一位 叫做 我不记得那位 男主持名叫什么 就请了一位 心理专家 那位专家 那位专家 就带着有点 香音 有点口音 其实 我也不知他那里叫香音 还是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是说 香港就是一个城市 即使有这个 基本化五十年北变 都好 始终无可口飞 面对现实 都是在中国的 疆土里面 OK 我不知道究竟 我们这些应该叫做 地区性的方言 我们这些应该叫香语 还是他那些应该 不妨叫香语 OK Anyway 他就用了些 用了些 不咸不淡的广东话 他就说了一句说话 他就每一次 当他想说 分析这个 麦当劳的 性格 他就说了麦当劳 他说麦当劳的性格 这样的 其实第一次 节目主持人 就提了他 是麦当劳 当然 大家听完 心里面会微笑 会暗住心里面 在那里笑 因为其实都挺跳脾的 每次读麦当劳 每一次他就读了麦当劳 我觉得这个 在我角度 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好了 那说回事件 事发 OK 有人对于我的《青玉案》 其实《青玉案》 有很多位作者 写过的 但以我 我偏偏特别喜欢 《新气质》 这件事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新气质》 原因 因为我记得头两句 就是 东风夜火山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然后后面 就 《营儿雪耳》 这个黄金衣 我经常有《金柳衣》 有小圈仍然暗香去 我想起女士的香囊 因为 小朋友当时 整天都在想 这个说话 是印象很深刻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还有些叫姜花 那些人就带着姜花上学 那些 我不知道那些叫姜花 还是南花 一个小小小的 这些 Speaker 的 可用一小 그런데 一些就扣在衣裏 我管你 学校如果不会骤你 你是可以这样的 可以并且想到哪里 好那里 因为 小朋友арいただ,在昂房 你旦不会咀香水 我可能每次想起 他是修讀中国文学系的 他去看这首词当然 他已经是有个老师带着他 已经是先日为主了 但是我想说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不是一个导想台 或者怎么样 绝对不是一个formal的 也都不是一个根据cinemus 如果你根据cinemus 我相信外面有很多一些大的机构 他们有分 差不多全香港九十九区 每一区都有很多间分校 就应该去上那些 我们说明我们这个 即使Kym昨天上了第一课 气氛非常之好 我们上一课 大家都猜不到有些是 有些是在外地回来的 大家都在研究中 有时中文是有些困难 大家都在讲一下一些东西 一个半钟头就很快到过 我们时候也有去一起 一起吃饭 其实很开心很愉快 我觉得学习一个study group 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一起互相分享 我没有说到我自己的东西 一定是 我不是导师 但是 即使就算是导师也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 用一个分享的角度 去大家分享平台 那有人就讲到一件事 首先就说到 是 我看回网站面 他说什么 我要进去这个 吃了点 他说 他就说 什么 他说 他说什么 我把凤字 读成封字 看你低着头 读一张猫字 首先说一说 那张 可以叫猫字 可以不叫猫字 因为我 没可能的 因为唐诗 你说少的三八首 其实怎么知道三八首 坦白说 词也都不止三八首 老实说 那 就算太多了 没可能一字不漏 背出来的 我做不到这件事 你说小学生 小学生都记得 他就记得 说真的小学 读完的东西 你到今时今日还记得吗 全部记得 I don't feel so 老实说一样 在我的感觉 我只记得头那两句 那 还有 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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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说 我的读音又不正 好 Anyway 这个就是 因为我想起白先勇先生 白上起将军 这个白先勇 的确 我真的挺欣赏 这个人 那 他说到 我将个 奉消声动 我就说了 奉消声动 我差点有个声动 OK 那这个 他说 是不是因为你用了个 什么东西 猫字 我没有什么 因为当时 我的助手 将 他会和我选一些诗 有时我突然间 跟我找一首 什么人 他就会和我 写出来 那是不是因为 那个是减不字 我自己 将个封字 和凤字 混乱 那我想告诉大家 首先 我不是广东人 那我 读书的时候 我们是写减体字 就是用现在的述语 就是说 残体字 OK 那 有时我写不到凡体字 虽然我读书 有读 凡体字 但是 由于有很多时候 我那个年代 还要用黑板 还要有粉笔 即 较多 灰会灰精神 就是不停 是很多层 那时候还是写 那老师很多时候 都会写错字 或者怎么样 但我们都不会去 point out 我觉得没有意思 跟老师说 你写错字 你明知老师懂的 那他写错 有什么问题 他写错你 你喜欢 就跟着他一起错 你不喜欢 你就自己叫回正 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 就是一班里面 我那个年代 一班里面 有四十几个学生 四十几个学生 每一个人 都就着他每一个food stop 或者 英文他都用food stop 中文他都用 他不用句号 他用food stop 其实大家都明白 either你把他变成一个豆豉仔 要不然就转个句号 你自己弄回 总之是一个stop 再不是一张斜 打一个slash 停一停 anyway 这些东西 就好像你写short hand 其实我觉得 而读诗词 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 是我喜欢诗诗 是因为我觉得是一种修养 修养 有时就是轻微淡捨 要学会 不要不执着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不执着的话 什么叫对与错 什么叫公平 生命的长短 有没有公平 有些人做很多 一生人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但是他的寿命很短 那这些就是错误 你是不是觉得上天做错了东西 什么叫做对与错 在我的角度 我真的觉得 没什么对与错 我自己觉得 每一个人 就好像昨晚 我听到那些新闻 一位女士 就开了死窗 就射杀了 因为遗产的一个分配 他杀了人 那这件事 什么叫对与错 我也不会说杀人的那个是不对 他只是说重伤 但是没有说什么叫对 什么叫不对 就好像 如果用宗教来说 我是基督教徒 那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去清算别人的错误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如果我们说别人是一个 就是我记得很简单 曾经我听过一个牧师说的那些话 他就跟我说 就是说 什么叫天堂 什么叫地獄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外基障牧师 当你有一刻 譬如一个杀人犯 他已经判为懲教署里面 就是 坐在监了 那 当他 去到某一刻 那时候 他自己忏悔 他懒通了 其实他那一刻 已经去到天堂 什么叫天堂 什么叫地獄 什么叫做错与对 那 当大家张约有文观 宇宙很大的 那为什么我叫李器文斯哲何 我喜欢研究李器 我把李器放在头上 李器除了你 当然你会想起 王阳明那时候的思想 宋朝的理学是很强的 那时候也很 有很多的真派 有很多鸿蒙派 什么李器 仁义上 仁义下 仁义下 仁义上 把性放在哪里 那个天然合一 和不同的东西 那今集不是讲理学 不是讲 所以也不想很细细地说这件事情 那他就说到说 我把风 风 风 烧 就 不毒成这个风烧 OK 那其实不关事的 不关什么 残体 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 在阿Kim的心里面 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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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找了一本 真的找了一本 即使这本书 饭看 我不会贪便宜去买些 什么 就算这本书也好 那里面 有时候 有一些东西有很多 都有几个版本 其实有时候 你长恨歌里面 都有很多版本 那 譬如说 一夜 鱼龙舞 那 他就说我读了一夜 鱼龙舞 那 那 那 这里我没有读了一字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 Anyway 因为鱼龙舞 我都想起 每年在大坑那 那一路 因为大家要明白 当我在读一首诗 前诗 其实我的脑 就在幻想当时那一刻 其实我觉得 诗词是用来慢慢叹的 其实应该是拿着一杯酒杯 在那慢慢享受 找到三五知己 大家在那里一句我一句 可惜大家都是比较忙 在时间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 在日后很多人都在这儿很频朴 在这儿为了要 为了 生活而频朴的 那 K不是 不需要生活 只不过就是 我的人比较太多化了 就是 钱 我 我不是富有 但是 钱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是排在第一位 所以 根本上 我觉得 有时间 就是 怎么说呢 钱要到 会来的时候 就会自然来的了 亦都不需要 怎样去 太过执着 我觉得 我未去到李白那种 千金 散尽 幻复回那种 但是我觉得 有些东西 命运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 上天很多东西 都为我们 早早已经安排了 就好像 我们有一个 新智之父里面 那个 诗篇 第二二三修里面 很多东西都安排好了 所以 人都是不需要担心任何东西 也都不需要去想任何东西 其实 一个 无谓的心态 其实 《雨龙舞》 我甚至乎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读过《雨衣舞》 因为我想起 唐元忠的《雨衣曲》 另外 还有什么 他说了什么 我又要开放 其实这个节目 可能你会觉得我做得好戏 他说我扯到黄庭之先生 第二点 第二点漏了 他说 《雨鼓》 那个字应该读《鼓》 可能你们叫《鼓》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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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 他说我读《雨鼓》 OK 那 好像 《鼓》 我觉得 一词多发音 我们今天 就会将那个字 用广东话的形式 可能会读成《鼓》 但如果那个《鼓》 我相信那个《鼓》 可能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能都有很多发声 有很多注音 那 到底 都是 我20 都还真正厚 到此 到此 可以 有些不是 énergie Joe 像是禿泊第一 Game View Standard 這樣也好,你矯正我的發音,這個叫故,不過我依然依舊故我的,因為幾十年都是讀故的了 因為故,故,玉故,玉壺,Anyway,大家都想到那個是月亮,一塊玉石就將它比喻為月亮 還有它說什麼,它說我搬什麼黃庭芝先生出來,因為黃庭芝是語音學,所以我才說黃庭芝先生 就算我這裏說一件事順帶一提都說得挺好笑的,如果你這樣說,我搬黃庭芝先生 都不是搬黃庭芝先生,這裡我也是報紙一個訪問的,他事後跟我說了一道,這裡 他那時是港珠澳大橋的,這裡也有一篇文是訪問過阿Kym的,裡面就說說 港珠澳大橋這個建,風水師是持不同意見,大家在網上都可以問到這篇文 他也有說到一件事,或者我讀出來吧,我盡量說純正的廣東話 風水師黃庭芝,認為以大玄空風水角度,橋面是一條水橋,把水引來香港已經 不過,原學家金申寺對本部表示,港珠澳大橋如同一個肉環,更是一個人造的龍蜜 現時從百運中到九運,中國的發展重心亦難移,興建大橋,不會破壞當地風水 反而令香港、澳門和珠海三地受益,因為加快了三地的交通,大家互惠 他有預期,大橋建成後,會令其他鐵路建設等,連接大橋,通向四方,令龍蜜走得緊長 然後,我沒有說到什麼,有很多東西他就說到黃庭芝先生,有時是一些記者寫的東西 另外說到他說什麼,我班門,班什麼?班到,我很討厭,因為這個很利利 我連電話都不太適用,所以很多東西我都要找人服務 如果要我自己搜寫班,我就比較麻煩 他還說到什麼? 他就說,我們上這個班是什麼人?上得愉快嗎?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搞這些詩詞sharing,其實主要就是大家要用一個很輕鬆很愉快的心情去看這件事 而不是一個跟著一個synibus去看的 絕對就不是一個,說真的,我們不是教一個academic的,不是一個synibus的 我讀的是讀medical law 如果說真的,我沒有讀過中國文學 那中國文學,我都是搬到出家的 那出家,我差點做一個出家 那可能你也可以用這個字,有去叫醒我的發音 就是這位網友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其實我本來就可以一小時之外 我根本就不需要回覆 但是為什麼我背後只可以這麼說呢 他就說到什麼 當他在說我那時候,他就 他把自己的念字也寫錯了 其實我也是沒有意想 其實我很不願意指出別人有東西寫錯 我是很極不願意 不過當然,他說到有幾次錯誤 我只是想說出一件事,其實他自己都是錯誤 根本上就沒有那麼必要去大家互指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互相鼓勵 在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今時今日,為什麼會令到這個社會 人與人之間那麼疏離 變成就是我驚,你如我詐 大家互相睹會借,大家互相攻擊 那我其實覺得他沒有那麼必要 不過他講到這樣,我其實就是想告訴他 其實沒有那麼必要 但anyway,他就說到說 他說第八點,他就說 錯,念字錯了我承認 我只不過是一個目不頂的事政之徒 那當然不會是政之徒 我相信他看得到那篇文章的話 就算我剛才所講的 一位地盤工人,他都拿著徐志摩的詩集來讀 那他就講到一件事,在八字 很多八字,廣東話都是八字,老實說 不學無術,這些他都客氣說話 他說他怕損害他的恩師的名稱 只好是一個臭小子 那樣東西,我不覺得他是什麼臭小子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他 如果相反來說,我也挺欣賞他的 反正,因為他可以這麼細節 到每一集,說真的,如果我看東西 我就聽不就算了 我不會聽一個交響樂也好 即使整個交響樂裡面 有人就取一個吊子也好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件事 而且我做這節目也不怕有一兩個詞句 或者讀錯,或者怎樣 因為你能播出這條片的出的街 你就預料有人批評,有人去贊,有正負兩極 這些都是,我也不覺得自己有這樣的勇氣 我不可以說自己很勇 但我覺得就是,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是一種sharing 說真的,他喜歡的 這位網友他自己都可以去拍些東西 都可以繼續跟大家分享 沒有問題 那他就說我讀錯了那個字 什麼五人子弟 Anyway,我覺得 我就無意跟他去計較這件事 他說,一些低級錯誤 什麼小學生 I don't care, which is 小學 有些我都不懂 其實都未必在香港讀那一件事 我又在馬來西亞 所以有時候就算英詩那裡 有時候你聽到我的口音 我都未必是purity 因為我是wales 譬如在wales,我們可以讀 Wales Wales Wabbit 他們會讀Wabbit 所以很多字都 我真的想帶出一件事 譬如australian, oxy 英國有英國的發音 英國即使本地有不同的山 不同的棍 他們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發音 那在中國我們就算 我們標準的 其實我們應該說過 每一個人應該是跟著 驚承 就是講國語 但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方言 好像akim是上海人 我們可以用上海話去講 我們可以用上海話去講 在那個方言 但現在上海人 已經大部分都講過過語 Kim都還很努力 還在學國語 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詩詞的分享 可以真的用晶片字 用國語去朗讀 盡量 盡我所能 但不堅持 你不要告訴我 那幾個音 但我相信會比廣東話 因為它是四個音調 四個音 另外 還有什麼要說呢 還有金耀基 還有那個什麼 金耀基 他說我搬出我的恩師 我的恩師 我相信 可能是akim不在香港 那段時間 應該不在 他當時的 想起我的恩師 是他令我對中文有興趣 我以前一直以來都對中文 其實我是很抗拒的 我那個年代 還有我是很 我是一個很怕中文的人 其實說真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喜歡詩詞 因為詩詞簡單的 你明白嗎 最好詩詞 不要那些什麼散文 或者那些小說 我是很怕的 看小說 除非我很喜歡的 例如《鬼吹燈》那些 我就是一部部買來看的 然後追到 廢審網餐 我記得我的恩師 他是有200多磅的 在他教我那時候 那個年代 在我小時候 他已經是 捱著 都有 四五十歲 因為他很肥 捱著200多磅 我想隨時可能超過200多磅 那他每一次教我 中文呢 其實我叫恩師 他就不是我學校的老師 他來教我 大家是 因為他沒有收過我的學費 OK 那每次呢 我只是用一隻有的 即是一隻雞腿 那我小時候 一隻雞腿呢 他是教我中文的 那他教了很多東西 是我在學校裡面 學不到的東西 而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聽他講書 或者聽他講教中文的 或者講中國歷史的 為什麼呢 他啟發了我很多東西 如果不是他呢 所以我今時今日 我不會 就是 走去做文師 智學的東西 傳聞藝術 或者其他東西 又或者去研究 之前 研究了那些 液經 當然我已經有另一位老師去教我 我一身人有很多不同的恩師 那 這位恩師呢 我就不想透露他的名字 因為他其實是跟中大那個金耀紀先生的教員 這個叫教授 前教授 那是同學來的 那他當然會講很多東西 以前他跟他很老友 怎樣大家互相抄功課 怎樣怎樣 很多很多東西 那講很多笑話的 每次好像動讀笑 那樣的 那我很開心的 那我記得所以 阿Kym曾經有一段時間 回到香港呢 有段期間呢 就是 就是 沒有做事 那有人就 介紹我去教書的 那教書那時候呢 我記得我和一個好朋友 也都是我 差不多20年的老友 那他就referred我去教 一間大學裏面代課的 那代課裏面呢 我記得就是 差不多要做 歡樂錶銷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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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 因為你說得太悶 那些人又有眼憤 那我記得呢 我這位恩師呢 他是怎樣 我要請那時候 有雞 即是肥立立那些 那些 那些是炸雞腿的 那那個雞腿呢 那那個雞腿呢 就怎樣呢 那他每一次呢 就拿著雞腿 在那邊一邊講 講說說 講到口水都噴出來 那些雞呢 那些雞呢 你知道大家吃完 就在牙齒那裡 在炸牙那裡 那邊講講講講 那講到紅樓夢 講到賈寶玉 有時候 更加講到 即是祝林七言 更加講到是 哎真是 非常之精彩 那慢慢慢慢 令到我呢 就對中國的那個 就是中國這個 詩詞 或者中國的中文呢 是拆心了興趣 所以他其實 真的是我鬼 啟蒙老師來的 但是當我 回來香港之後 四處打聽 都 沒辦法可以聯絡到他 那我相信 其實那時候和現在 如果他還在生的話 都應該是很老的了 但是我相信 很可惜 我都沒辦法 再 找回我這位人 那 所以 每次想起 就是有時候 前 那幾個月 有 就是 我看到一些 那件事 有講過這個 這個 一日樓下莊手 那 就 那些草音 那 就 有講過一些 是 金耀基的事情 那 那 就 我又想起 我的人事 那他講的事情 實在是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他講到很多很多 是 總之就好看過讀讀少了 那 我也很希望 有朝一日 尤其是他講 九稟官政制 九稟 九稟官政制 還有這個 考試制度 思想史 和哲學史 那 阿金不是讀中士 不是讀中國歷史 但是我一樣有去修 這個 我是自修的 我是靠他教我的 我是永興趣的 就是 用一句說話 求學不少求分數 就是我希望 其實我有 我自己也有些 有時候 阿金是未結婚的 那我也沒有兒子 沒有兒無女 那其實有時候 我也看到很多家長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他們結婚了 那如果我一早結婚 如果我生了兒子 我想子女都應該都讀完大學 那我記得這件事 就是說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著重分數 其實我覺得是 真的不重要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我有個小朋友 我只是希望他開開心心 正如現在外面 坊間有很多這樣的 補習班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令到學生快樂下去 去上一堂 而不是側重於他們 事與對 就是哪個字是對 哪個字是交叉 哪個字是交叉 你認識那個字是對 和錯 對他人生有多大分別呢 你覺得今時今日的學歷 是可以換取 就是我覺得年代不同了 不是你拿了多少個學歷 或者你拿了多少個學歷 或者你拿了些什麼 喂 博士現在都可以拿 honorary 我最近有幾個客人 就是我有一個好 一個客人 可能我的客人也會聽到這一句 他也有跟我說 很簡單 他也讀了一個科大的EMBA 被譽為這個 公認為全世界排名 遠超過哈佛和Oxford 這個EMBA 但是年薪就好像要超過 就是好像 入學條件又要申請一些 例如年薪要超過1000萬 這是requirement 專門是給CEO去讀的 每個月是上六堂 每個月上四堂還是六堂 包括Hotel 是科大進行的 第一屆 我記得我以前是一位 我一個老闆 以前我是搞一個學會 當時我是做managing director 我上面有個Chairman 我Chairman是那裡的第一屆學生 也有份搞很多 搞大家一起搞那個班出來 那個班 想不到 我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排名是全世界第一的 居然是科大裡面的EMBA 是Exacted MBA 大家也知道 很多時候 這個聽回來的 據聞說 好像是open book 裡面 但是 濫入二 二走 Anyway 我想說一件事 今時今日 學識 從頭到尾 所謂我們的title 說真的 我甚至乎可以告訴你 一件事 有很多是matrimonial的律師 專門做離婚的 很多年 離婚的五大的條件 或者怎樣 他都不記得 那我覺得 我不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總之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總之他可以處理到 他日常的事情 好像正如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 她是 她不會扣樓的 她買了很多件衣服 每件衣服 都是一模一樣的 同一種顏色 同一個design 她免得煩 她不想想 每一天穿什麼衣服 去怎樣 連扣樓 她會扣錯樓 扣上一顆 那件衣服就歪了 結果她扣樓 是需要別人幫她扣樓的 難道你又覺得她是 那 如果你尖穿黑薄一點 你可以 直接說她是沒有資格做一個 她的位置 或者怎樣 我覺得沒有必要 去說一些 瘋子 讀成瘋子 但anyway 我也都不放在心 因為我也都 我覺得 一小子智 我也都不在乎 一件事 但是今集 為什麼我會開這一集 因為我相信 在這個世界上 依然還有一些人 還是 比較濕著 會覺得每一件事 一定要讀成她指定的一個口音 或者一定要讀廣東話 某定指定一個口音 其實說真的 我和你分享一件事 分享一件事 在這個清朝那個年代 清朝年代有乾隆 乾隆康熙、雍正 那些都很喜歡收藏這些古物 在這個乾隆年間 乾隆喜歡了一幅畫 那幅畫 他找了一位 裕畫師 裕畫師 說真的 入到宮裏 一定的水準 當時他要平衡一幅畫 在清朝以前的 明朝一幅畫 他就覺得那幅畫 詳細來說 我不想補回那幅畫 因為我還記得那幅畫的畫名 但我不確定 那幅畫的畫名 我又不想 我說完之後 到時又有人說 喂 你這幅畫又說 又不是這幅 簡單來說 那幅畫 就是當時 在清朝 明朝的畫 在清朝發煙 乾隆覺得他畫得很漂亮 於是 當時就問餘畫師 喂 你和我鑑 還有一班人去鑑證 帶添人 就做一個 好像現在的小組 研究小組 大家研究一下 那幅畫 是正品 還是印品 簡單來說是正 還是藝 藝 你廣東話就用藝品 藝品 他就 看看 當時 那班人一致 出來的result 就告訴人 藝 不是一個印品 不是一個 不是真的 但是 乾隆就覺得 咦 這幅畫 印品 也這麼漂亮 那我不如 自己提首詞 提首詞 再印 你知道皇帝提過一次 那份東西 在古董拍賣場裡的價值 又貴了 好了 那到 今天 我覺得 有一天 在拍賣行裡出現了這幅畫 後來 今天 那些人去考驗證 我們有很多 就是 已經有很多科技 可以看到那個真偽 就發現 那個其實是真偽 但是 在清朝那個年代 在當時 距離那個年代 更加近的 反而會 以為 就是 偽 所以 假假 真真真真假假 對 對錯錯錯 錯語 對 真與假 有時真的 有時我一定要 尋找陳志榮一句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有時有些事情 都是 什麼叫真 什麼叫假 在我究竟 視乎觀點與角度 其實在神的角度裡面 根本上 你讀錯一個封字 一個封字 和一個封字 根本上 什麼事 我可以說 我記得 蕭先生 我自己 其實我 很喜歡選擇節目 其實我 很欣賞 蕭先生 其實他是一個 一位才智 其實他 我很喜歡 一件事 他有一句 說話 什麼少看 不知什麼 很多事情 我只記得 少看兩個字 但是我覺得 少看這兩個字 真的很有黃 我又會想起 黃尖 先生 黃尖我覺得 真是一個才智 尤其是那首 《少傲江湖》 我真的很欣賞 每次我覺得 我永遠都覺得 以前人家說 讀萬卷書 不如下萬里爾路 我每次都看著這個封面 不會有人說 我看著著貓子 我眼睛 我閉著 周圍看 就是 笑無江湖 我經常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看 我們的學識 只是把我們的心空廣闊 以前就說 讀萬卷書 不如下萬里爾路 因為以前沒有網絡 我們不贏 現在甚至乎 我們很多東西 甚至乎 有些科技 戴上眼睛 已經可以 有一套軟件 直接置身於當地 我覺得 根本上現在都不需要 traveling 只需要浪費時間 所以我才會過這集 因為本來我是想回應 那位網友 但是我又不想寫字 又不想叫助手幫我打字 那我又不想自己用手寫板 又不想浪費時間 但是這集就當是分享 又開多一集 當然我相信這一集 我出了街之後 一定 那位仁興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只是 在我角度 我也不覺得 她是鬼 即使她 即使她攻擊我 我也覺得 一件事是認識英雄 做英雄 我都覺得 希望她有一天都會 去到一個level 會覺得 知道就是 人生在世 匆匆幾十年 最多 即我當你一百年幾歲 其實人生是要什麼 前面有更多的東西 前面有更多的東西 如果 我很相信 如果讀得中文 是一些人的話 就算一位 好像牧師那樣 有時 我曾經 和那位牧師在那裡 我曾經 很stupid 真的很naive 我一定要用這句字 真的 我問牧師 很多無神論者 經常說 這個 Virgin Mary 聖母馬利亞 馬利亞真的可以 是同精女仇人嗎 她跟我說一件事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她真是高手 她跟我說一件事 她說 這件事都不重要 如果耶穌出生 她真的為了世人 去流出寶血 去赦免我們的罪 你還在乎 耶穌是否同精女 馬利亞傻心人 即使她不是同精女 馬利亞傻心 她跟我們普通人一樣 她不是同精女 是真是受孕的 去這樣生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 其實這件事 她是不是同精女所生 有很多人去挑戰她 因為外面也有很多 門派說到 其實是教會為了包裝 同精女馬利亞馬利亞的身份 所以令到她要很盛結 於是想了很多辦法 她說到是同精女馬利亞所生的 有很多門派 那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新派 舊派 這些東精教 不同的教派 那她大家 argue 這件事 那我相信 今天的詩詞 都過多幾十年 或者過多十年二十年之後 又有新的讀 有新的讀法 新的註解出來 始終都是一樣東西 一句 所有的文學 藝術 很多東西都是 用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 你的看法 和我的看法 我喜歡她的 就是因為你的看法 大家讀同一首詩 看同一樣東西 大家看東西會有不同 這個就是 生命裡面的 可愛之處 也是一個 文藝裡面 一個 一個 是很 好像宇宙那麼 雲偉的 又好像理器裡面 這麼雲偉的 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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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 就是沒有一個 界限去規限著 你一定要用這套思想 去想這首詩 所以我覺得是 我很欣賞 這些 藝術作品 所以才導致到 我會鍾情於李喜文施自學研究的 Anyway 順帶一提 都很多謝各位 那位網友的回應 Anyway 拜拜 我會鍾情